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这个姓 我先想到了封神榜 开个玩笑 这自然不是一个姓 说起这个封姓还真的很少见 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个叫封论的人 不过不是个好人 这很有意思 这位观众 我就碰到过好多姓封的 我碰到过好几个呢 从小到大的同学当中 后来到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我同学当中也有姓封的 封确实不是大姓 而且来源很复杂 但是封姓的名人很多 比如唐代的封长青 那是著名的大将 是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看到百家讲坛在征集姓氏故事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瑞姓 这个姓是不是特别古老 我查阅资料 它是源于姓姓和周五王有关 对 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 因为在历史上有一个小的一个诸侯国 就叫瑞国 我是陕西咸阳的 我们那儿姓瑞的很多 哦 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陕西咸阳这是古都嘛 对吧 所以陕西啊 确实这种古姓 就是比较古老的姓 在今天相对来说是比较西间的姓 就特别多 我对异姓这个姓倒是非常感兴趣 异姓啊 是跟后裔有关 我们知道后裔摄日是在咱们这个中国文化史上 是一个筷子人口的神话故事 但是有一点请大家千万注意 在今天咱们的脑海当中 后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 对吧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这个摄日的后裔啊 名声并不太好 我在节目当中啊 也做了一些介绍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风 锐 易 楚 风姓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也就是这个姓氏的来源比较清晰 并且哪一字 哪一字都对应于不同的起源 这个在别的姓氏当中啊 并不多见 我们详细来说一下啊 比如他的来源意 是源于江姓氏的后裔 是炎帝的后裔 是炎帝的后裔 这样发展过来的 炎帝有一个后裔 叫炬 有这样一个一个人 这个人很了不得 为什么了不得 据说 也就是民间传说 他是皇帝的老师 我们都讲我们是炎黄子孙嘛 咱们历来这么说啊 这当然是一种传说形态啊 比较明显的这么一种说法 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 炎帝有一个后代 是皇帝的老师 那这个人当然了不起了 对吧 这个人名字叫巨 在夏朝的时候 巨的后代 被封在一个地方 叫封父 这个地方叫封父 这什么一个地方呢 就是今天河南省 封秋 封父亭 大家看 连封父这个原始的名字 都保存着 就这个地方 这样就成了一个诸侯国 后人 在这个地方的人 就以封父为姓 最早是个父姓 后来慢慢的简化成了封信 这一支 他的望主 在古代来讲叫渤海郡 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 河北 河北昌州 这一支封士 就被称为 昌州封士 或者古雅一点 叫渤海封士 这是第一个起源 第二个起源 也是源于江姓 是源出于皇帝的一个臣子 叫封子 封子 是远古东夷民族的一个英雄 他居住在哪里呢 居住在一个地方叫宁 安宁的宁 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修武 所以他也叫宁丰子 这个人也很了不起 因为据说 在制作陶器的 这一行名单里边 宁丰子 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些民间传说当中 就把宁丰子 视作是陶器的发明者之一 那么他的后代 就以先祖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后来作为自己的姓氏 后来姓风 源流山也是源于江姓 出自战国末期 齐国有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本来叫庆氏家族 庆祝的庆 后来改名字 这一支庆氏家族 后来改姓为风氏 为什么会改姓为风氏 并没有非常确切的记载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 齐国庆氏家族里边 有一个人叫公孙庆克 他的后裔子孙 后来都姓了风 这一支就是江南风氏 也就比较南方的一支风氏 第四个源流 源于米姓 是楚国时期有一个大府 叫川风旭 那么这个大府 他名字当中有个风字 他的子孙就用风作为姓氏 源流武 他是南北朝的时候 鲜卑的拖拔部 他有一个部落叫士奔氏 这个部落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他把士奔这样的两个字的 一个鲜卑族的姓 改成了汉姓风姓 这一支就是在今天风姓队伍里 很重要的洛阳风氏 所以在洛阳这一代姓风的朋友 很有可能在自己的血脉当中 有鲜卑族拖拔部的这样的血脉 第六个原流源于官位 这在姓氏文化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官民 他的子孙就以这官民作为姓氏 西周时期有这样一个官吏叫风仁 这个官吏管什么呢 第一 管边疆事务 管理国境 也就是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的国境 第二 管理啊 做堤坝 要基土来做堤坝 他的后裔子孙有很多就姓了风 以祖先的官民作为姓氏 另外一个是出自宋朝时期的官吏 叫风里史 宋朝时候有这样一个官民 那这个官民还被辽 西夏 京 蒙古 大理 高丽 安南 等等国家当中都仿色了 他们都有风靡史这样的官 像宋朝学的 在风靡史的子孙当中就有姓风的 从风靡的起源 我们大体就可以看出 它早期风布的情况 宋朝以前 咱们建于史籍的风靡的人数 比较少 宋朝以后 包括宋朝在内 我们发现 风靡逐渐在四川和浙江 开始聚聚 明朝的时候 山东出了好多 鉴于记载的风靡人物 到了今天 风靡的第一大省 是陕西省 陕西一省的 风靡的人数 占了风靡人口总数的将近20% 现在全国风靡主要分布在 陕西 山东 重庆 江苏 广西 河北 湖南 广东 主要分布在这八个省 大概占了风靡人口的80% 但是这八个省 大家看 其实也是分布的相当广 对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完全可以这么说 风靡在今天是遍布全国 风靡在历史上 也有好多 很有趣 也很特别的人物 比如 风恒 风恒 这个是三国时期 魏国的道士 修道的人 道士 建于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的记载讲 风恒 路山修道 一修 一百五十年 大家想想 这个我们都难以想象 今天这人过百岁 都已经称为人锐 非常难得 他居然在 那样古老的一个时候 路山修道一百五十年 回乡的时候 据说 像二十多岁的人 放在今天 这就叫逆生长 现在有个很时髦的词 我最近才搞明白 什么叫逆生长 这就叫逆生长 他都越活越年轻 而且据说 他还有著作 比如有一部叫养生术 那他肯定有资格讲这个 还有一部 名字听着非常时髦 叫卫生经 一部经书 讲怎么卫生 还有一部 我估计电视机前 很多朋友会被吸引住 叫隐形法 隐藏起来 当然这几部书 我们现在都找不到了 这是一位道士封横 还有 比如咱们中华民族 在古代的时候 好多自然现象都有神 比如雷公 比如水神 比如土地神 山神 河神 咱们都有神 可是如果我要问大家 风神是谁 瓜风 风神是谁 可能好多朋友 一下子 不大好回答 风神就姓风 她是一位女士 或者称她为风仪 你看名字都不知道 把她叫仪 或者叫风家仪 风家的阿仪 这个是唐代 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 叫尤阳杂主 这个作者是段成士 我们都知道 这部书 现在还经常有人阅读 他说 有一个人 名字叫崔之辉 晚上没事 在家里读作 就坐在家里 坐着坐着突然 来了几个美女 角色美女 其中有一个 她问名字 叫什么呀 我叫风家仪 这美女很不客气 说我叫风家仪 不一会儿 大家都走开了 那么风家仪也走开了 只留下一个红衣少女 穿着红衣服的姑娘 要求崔之辉 说你赶紧立一赶大旗 把这个大旗立起来 而且这个大旗 必须是红色的 崔之辉一想 这几个人太怪了 肯定是神仙啊 赶紧照办 所以他把这旗杆立起来的 那一天 刮起东风 东风刮得惊天动地 风非常大 然而 让崔之辉非常惊讶的是 花园里的鲜花 纹丝不动 这一下 他恍然大悟 想明白了 说哦 这个风家仪 原来就是风神 所以咱们民间 把风家仪就当作风神 那么根据 2006年的统计资料 风信 排进了前300位 排在第257位 人口数 大概在27万人 30年前的1987年 他排在254位 换句话说 在这30年里 风信的 在中国信使排行榜上的位置 只不过往后退了三位 这个算变化相当小的了 看到百家讲坛在征集信使故事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锐姓 这个姓是不是特别古老 我查阅资料 它是源于鸡姓 和周武王有关 对 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 因为在历史上 有一个小的一个诸侯国 就叫瑞国 是武王克商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 那么后来瑞国被吞并以后 这个国家的人 主要是他的公主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贵族 很多人就以国家这个名字 作为他的姓氏 所以它起源非常古老 我是陕西咸阳的 我们那儿姓瑞的很多 但是惭愧得很 我觉得我们这个姓 历史上出的名人很少 真想听老师好好讲讲 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陕西咸阳 这是古都嘛 对吧 所以陕西啊 确实这种古姓 就是比较古老的姓 在今天相对来说 是比较西间的姓 就特别多 瑞姓在历史上 可能是咸阳这一带 是一个主要的分部区 因为咸阳那一带 在古代经常是国都嘛 所以很多人会在那当官 完了以后留在那 在历史上瑞姓人物 还是不少的 我在节目当中啊 我有的时候会有所考虑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姓 因为咱们对他了解比较多 那么我介绍他的名人的时候啊 反而会介绍的少一点 像瑞姓这样的小姓 我倒会多介绍一些 这个在节目当中 我介绍了好几位 请您看节目 从我们手头的资料看 瑞姓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来源简单 而且几乎是简单 到了单一的地步 这个太少见了 因为我们讲姓神话 我们都讲了上百个姓了 都是有很多起源的 但这个瑞姓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起源 当然我们要强调 在漫长的 复杂多变的历史时代 难免会有其他情况 我们不敢说满话啊 说他百分之一百 就这一个起源 我们不敢说 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 大概只有这么一个起源 源于姬姓 武王克桑 周武王把桑给灭了 封同姓建立的一个国家 叫瑞国 瑞国大致在哪里呢 今天陕西省大立县 就在那边 伯爵 所以他的国君叫瑞伯 瑞伯在周成王的时候 曾经担任过师徒 所以子子孙孙世席 是周朝的亲事 周立王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瑞良夫 实际上已经有这个人了 他看到周立王啊 千方百计搜刮明知明高 所以他要劝阻 但是古代的臣子劝君王 经常会采取个办法 写一首诗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 叫商柔 现在收在诗经大雅里面 瑞国最后是被秦木工 被秦国给吞并 那么他的后代 这国家亡了 瑞国的后代 就以亡调的国家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 现在我们看资料上 主要就这么一个起源 瑞幸的丰布 从今天来看 非常的广泛 而历史上 瑞幸的主要聚居地 一个在陕西的咸阳 第二 在山东的平原县 当然到了现在 到了这个县当代 瑞幸随处可见 在瑞幸历史上 我给大家介绍两位 古代的瑞幸的名人 大家不一定熟悉 但是非常值得讲一讲 一位叫瑞吉岩 是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 宋代的人 官也不大 只不过是个知性 官不大 是个基层官员 但是他非常的勤政 那时候的官员 座位后面 经常会有个屏风 他就在屏风上 写了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 我觉得今天 咱们好多当官的人 不妨 好好琢磨一下 这十二个字 非常朴实 但是非常有意思 那十二个字 少饮酒 酒少喝 爆餐饭 把饭给吃饱了 请出厅 经常从办公室里出去 公事办 要把公事给办好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的作用名 所以他当官几年 始终如意 按照这十二个字 办的 所以这个人 官声非常好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瑞兆 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明代的甘肃巡抚 官当的不小了 在政三年 边境济染 也就是他在当 甘肃巡抚的时候 没事 很太平 足于官 在当官的时候 就去世了 非常的清贫 清贫到什么地步呢 都没有办法大连 也没有办法办伤事了 所以大家都佩服 他的清超 这个人为什么 我们要强调呢 因为他是今天 保抵瑞士的敌人 就保抵这个地方的瑞士 都以他为始祖 瑞姓的人口数 比我们想象的 恐怕要少 因为在我手头的资料当中 前五百位里边 没有瑞姓 其实我们很多人 恐怕会认识 几位姓瑞的朋友 我们认为他 不算一个太罕见的姓氏 但实际上 他比我前面 讲的几个姓氏 还都要小 瑞姓 我对义姓这个姓 倒是非常感兴趣 我认识的人当中 也倒是没有姓义姓的 我对他的唯一印象 就是历史上 我们的神话小说 后裔摄日 这么一个故事 难道是这个姓 就是这么来的吗 这位观众说的 对这个异性 是跟后裔有关 我们知道后裔摄日 是在咱们中国文化史上 是一个筷子人口的神话股市 但是有一点 请大家千万注意 在今天咱们的脑海当中 后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这个摄日的后裔 名声并不太好 我在节目当中 也做了一些介绍 我有一些蒙古族的朋友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他们当中姓义 这个姓的人特别多 请问钱老师 在义这个姓的来源中 蒙古族是一个 很重要的来源吗 有 肯定有 这位观众朋友 眼光非常敏锐 非常用心 因为我们知道蒙古族 是以自己的骑士为骄傲的 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从小开始就非常强调 这个骑士 所以后裔作为一个色神 你看他都摄日了 所以蒙古族在取汉性的时候 比较愿意取这个性 所以蒙古族里边 就出现了比较多的人 用义作为他们的汉性 请继续收看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丰 瑞 义 楚 接着瑞姓 我们要讲的一个姓事 也是很少见的 义姓 大家一看这个姓 大家很熟悉 但是大家认不认识 姓义的人呢 我一个都不认识 义姓的源流 也相对简单 主要有两个源流 第一个源流 大家一想就知道 这个姓跟谁有关 后裔摄日 跟嫦娥奔月 这些民间故事有关 根据左传的记载 后裔 是有穷士之君 特别善色 非常善于射箭 他曾经在下代的时候 篡位而立 这个人大概很有力量 恐无有力 也很有办法 曾经篡位而立的 不过继位以后 名声不太好 现在我们民间讲到后裔 都是非常勇武的形象 后裔摄日 但实际上 他篡位以后 名声不太好 因为他不休民事 所以被他的部将 韩卓所杀 义士的历史 要这么说 非常古老 而长久以来 关于这个姓氏的活动 史迹上很少有记载 后裔 他的那个有穷士 现在一般认为 他主要活动在山东 济阳一带 那么后裔的后代 就以 这个后裔 以他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 姓义 这是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 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 蒙古族里面 有义这个汉姓 来源不详 但是很多人揣测 就是猜 大概因为蒙古族 他是旗舍民族在古代 骑马 射箭 所以非常看重 骑术和剑术 所以他们非常愿意 取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 神话般的人物 用他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汉姓 所以蒙古族里面有异性 可能是这个来历 异性的迁徙分布 那当然就没什么次聊 非常少 现在在哪里发现了 吸引的人呢 在全国 辽宁有 湖北有 山西有 安徽有 北京有 台湾有 都发现了异性 异性的这个历史名人啊 很难找到 我们去查 比如中国名人大词典 这都是在中国历史上 有名人物的这个词典啊 也找不到一个异性的人物 也找不到 但是在明朝的时候 是有一位名臣的 这位名臣就叫义忠 忠心耿耿的忠 这是明朝的一位人物 这个人是明代的湘英人 大家看 湖南人 湖南人 但是今天湖南 还有没有异性的 不敢说了 因为按照我前面 报的地方里面 并不包括湖南 但在湖南 在明代的时候有异性 洪武年间 也就是这个 朱元璋 刚创立明朝的时候 曾经担任过 穗宁之县 穗宁就今天 四川成都旁边的 一个地方 那今天是地集市 但在过去是个县 穗宁是以观音文化 著称 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 我们今天的观音菩萨 都是女相 但是在过去是男相 有胡子的 所以穗宁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 他在那当过之县 有异症 就是当官当得非常好 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 很有意思 异性啊 有一个堂号 这个堂号叫什么 苏明堂 苏的意思就是旧 你比如万物服苏 那不就又恢复了吗 又得旧了吗 死了又在活了吗 睡过去又醒过来了吗 苏醒 所以他有个堂号叫苏明堂 那这个堂号怎么来的呢 相传 过去在很古老的时候 天上有十个太阳 那热啊 把这个庄稼全部烤焦了 这人没法活了嘛 然后大家都知道 后裔 射日 射下了九个太阳 同时 射死了好多 猛兽 毒蛇 拯救了老百姓 所以得到老百姓的爱戴 所以有一个堂号叫苏明堂 这是也很有意思 但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略微有点抵触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后裔执政的时候 不太修明 也就是他可能考虑老百姓并不是考虑太多的 但是无论如何 让我们记住 异性是有这么一个堂号叫苏明堂 咱们到全国去找 比如有这个异性的这个省或者这些地区 我们会找到异性的排备 家族排备嘛 比如我们过去这个很多人用这个诗书礼乐排备 或者用家生缘等等等等排备 或者列好多字把备份给排清楚 我们发现异性的排备特别有意思 与后世一样排 大概因为性后的和性义的认为自己同中同源 都是后义的子孙 有些人性后 有些人性义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比如湖北隋州那一带有异性的人 他的字被排下来几十个字 这样排下来 最后四个是乡庆书宗等等等等这样排下来 我们发现和他们当地性后的排备字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那么一姓跟我们前面讲的瑞姓一样 都没有能够排进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五百位 所以他也是一个小姓 处这个姓我觉得不是个大姓 不过我有姓处的朋友 所以并不陌生 处性的来源在咱们中国的姓氏当中 属于来源比较艰难的 来源不多 处性在全国范围来讲 确实不多见 但是在南方 特别是在浙江 处性并不是一个西见的姓氏 单人的处和那个柿子边的处是一家吗 他们的写法怎么那么像呢 读音一样 各有各的账 各有各的来源 这是两个姓 处性的名人很多 我记得唐朝游大圣叫楚光熙 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他的诗 历史上楚性的名人多了 尤其在这个近现代 楚性出了大量的人物 出现了一个人才紧喷的情况 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请您慢慢看 请继续收看 《前门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风 锐 易 楚 楚性的源流也不太复杂 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两个源流 第一个源流 上古的时候有楚国 有这样一个小国的 那么那里的国民 就以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了 这个非常常见 第二 以先祖的名字作为姓氏 根据古籍记载春秋时期 齐国有个大夫 叫楚子 这个楚子一姓 像和孟子结交 他跟孟子是同时代的 楚子的后代非常昌盛 是今天楚姓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观察到 楚姓最早的聚居地 大概在齐鲁一带 楚姓家族历史也很悠久 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楚子这样的名人 晋朝以后 楚姓南迁明显 往南方发展非常明显 尤其是现在的江苏南部一带 慢慢地聚集了很多楚姓 楚姓是当地的名门望主 在宋朝的时候 楚姓在全国主要分布在 北方的河南 然后南方的福建 江苏 浙江 从宋朝的时候 我们可以观察到 福建出了好多楚姓人物 而到了明朝 江苏楚姓 人才被除 宋代的时候是福建楚姓 楚人 到了明朝的时候 是江苏楚姓 人才被除 而到了今天 楚姓第一大省是安徽省 安徽省的楚姓 占楚姓整体人口的比例最高 其次分布于江苏 上海 湖南 浙江 天津 陕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楚姓从一个原来北方的姓氏 已经明显地转化为 以南方为主的一个姓氏 在历史上 楚姓出的人不少 比如楚庸 这个人 这个人是宋代的一个学者 楚庸 在朝廷为官 那么楚庸为什么会有名呢 因为他从经书上面 学到了治理天下的理论 难得的是 他又在围观的实践当中 把这些理论付诸实施 以心为名 给老百姓带来好多好处 所以老百姓很称赞他 而当时的大哲学家 理学家朱熙 也非常夸奖他 朱熙很夸奖楚用 比如楚光熙 这个人可能大家 名字大家都会觉得听说过 他是大概公元的707年出生 到大概的763年去是楚光熙 他的祖籍 大家注意 祖籍是山东 但是到了他 已经居住在江苏丹阳 出生官宦世家 开元14年 也就是公元726年 20岁左右的他 就高中进士 当了很多年的官 安史之乱起 叛军攻陷洛阳 他不得已为了活命 只能接受了 这个所谓的伟官职 因此 被捕入狱 大概安史之乱平后 被赦免 被降职并且流放 后来他死在岭南 楚光熙 他的山水田园诗 非常有名 诗封 致朴 古雅 与当时 王维 孟浩兰 魏英雾 柳中原 并称 大家想想 他的名字是和这些大文豪并列的 现在全汤寺里边 楚光熙的诗还有诗卷 当然 更多的诗已经散失掉了 比如再介绍一个 也是南方人 楚大文 公元1665年生人 1743年去世 清朝的地理学家 江苏宜兴人 宜兴人今天属于无锡市了 江苏宜兴人 曾经在康熙六十年 重进士 当过汉林 当时的名称蒋成英 对他非常的赞赏 后来当官不当了 回来以后 又主讲安定书院 学者宗旨 追随他的学者非常多 他有好多重要的著作 比如他曾经穿于边窜 山西省治三百余卷 有文集 存世 所以这是清朝啊 非常重要 也很特别的一位学者 根据2006年的资料 楚姓 排进了百家姓的前三百位 他的排序在第267位 人口大概是23万 今天的百家姓 我就为大家